今日下午 魅族科技正式发布了新一代智能手机 魅兰4S 在硬件配置上 其采用了一块5英寸720P屏幕 像素密度为296PPI 拍照方面 采用了前置500万加后置1300万像素摄像头 搭载了MTK6750处理器主屏1.5Hz 其实魅兰4S和之前发布的魅兰3 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多了一枚指纹识别 模块以及加入了金属机身的元素 除此之外 魅兰3S在配置上增加了一款玫瑰金配色 这点是在版元机中比较少见的 魅兰3S共有2GB运存加16GB版 和3GB运存加32GB版 售价方面分别为699元和899元 这价格这配置买买买呀 在此次发布会上 魅族科技除了给大家带的令人惊喜的魅兰3S 还给大家带的全新配色的EP51白色版 魅族EP51白色版采用的酸钻式设计 分别为硅价耳套 运动用塑料 以及超轻航空铝材质面板 斑面耳机重量约为7g 相当于一枚一元硬币的重量 极大的减轻佩戴上耳机后耳朵的负重感 硬件上其采用的英国SCR蓝牙芯片 支持蓝牙4.0标准 配合aptX数字音频解压算法 不仅稳静通畅 更可实现丰富的音乐细节还原 今日除了魅族给大家带来的新品之外 精力今日下午也举办了一次与众不同的发布会 微信朋友圈发布会 此次发布会精力为大家带来了全新的精力S6 Pro 在配置上精力S6 Pro采用了一块5.5英寸1080P前视频 内置联发科8毫处理器 服以4GB运存加64GB机身储存 搭载前置800万像素加后置1300万像素相位对焦摄像头 并配备3130毫安时容量电池 运行基于Android 6.0深度定制的Amigo 3.2系统 支持双微信 美颜视频 出国助手等功能 除此之外 其还采用了CNC钻石高亮切边解数 拥有指纹识别功能 另外拥有药精 玫瑰精和雅银三色可选 定价1999元 除了以上内容外 美图秀秀公司也在今日下午带来的美图M6以及美图V4S 在硬件上M6搭载了联发科P10处理器 3GB运存 正面一块1080P的5英寸F显示屏 内置64GB机身储存和一块2900毫安时的电池 支持全网通 另一款美图V4S搭载了一颗联发科MT6795处理器 3GB运行内存 加128GB的大容量机身储存 一块5英寸1080P屏幕 前后置2100万像素摄像头 2650毫安时电池 还有今天晚上 OPPO将会给大家带来全新配色的R9 甚至是R9 Plus 作为一个爱推出定制版的厂商 前段时间OPPO推出了红蓝配色的BASA定制版R9 而现在有图片显示 今晚OPPO将带来全新的纯黑版R9 看到这里小编只想说 心疼我们 想要获取更多资讯内容 搜索下载科技焦点APP 精彩等着你 或扫描关注科技焦点 老司机发车了 来不及解释了 快上车